中国政协主席汪洋 养会上重申反对台独立场 沿袭习近平年初的对台方针 如今中国统战攻势再加码 喊出台湾版的一国两制 中国军事科学院解放军授将王卫星认为 一国两制长期被妖魔化 若台湾接受一国两制将能享有十项特权 包括行政 立法 司法 军事防卫和外事等权利 看似和独立国家没有两样 但魔鬼藏在细节里 明明写着能自行组成行政机构 但前提是需要北京授权 下场会是如何 香港就是最佳借鉴 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初委员会委员的时候 强调香港回归之后 银行制度五十年得变 从邓小平时代到后来江泽民等历任中国领导人 以及香港特首都一再强调 香港五十年不变 马照跑 五照跳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 中国副总理李克强 过去在两会上的港人治港 现在听起来格外讽刺 今日的香港立法会只剩下一句空壳 选举办法全由北京说了算 在北京掌控的一个中国下 一国两制能不能保有高度自治 或者又是一场骗局 答案想必已经很明白 在新闻上的报道